前往阿里山的路途当中 会来到尾在中间非常劳力的旅渡 在这里就既是相当多的饮料 很多人都会在这里休息一下 在旅渡就有一间非常特别的点心店 是由在地经营很多台体观的少年一部开的店 将在地最丰富的地主缆 凌立地点当中 两者的互相凌立 冲着出红米豆腐和米米的口感 大里山山区最有名的農産品 就是家庭山田还有家庭 一直在地就有一间经营了到台的地盘 少年一般为了买种 自家生産的油脂家庭山田 可以提供出去 特别开了一间地点店 开发出公地的奶酥 还有公地的生吐司 一开始是因为想要 就是吸引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客群 然后想说用甜点去带入茶 大家好像也都蛮能接受 因为年龄层会比较广 就是从年轻的到比较年纪比较大的 都会觉得甜点是一个蛮不错的东西 我们这次在开发这个红茶生吐司的时候 其实也有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吐司是要做方形的还是要做山形的 奶酥的比例是不是要再做调整这样子 那最后融合大家的精华才做出这样的红茶生吐司 也才表示因为自家生産的公地的品质 非常优异 所以才会想要像公地 融入在这两款里面 当然奶酥还有生吐司 在年轻时的接受度也比较高 所以才会后悔 相当多的时间在开发商品 缩缩缩的口感 加上公地的香醇煮味 两价是相当的融合 所以就算入油的面穿 不让来评传这个南丁的好煮味 红茶吧 谢谢我们今天先在这一家乡彩虹报道 在整个嘉义线的农产品的行销上 我们就创立嘉义优先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就是要帮嘉义线的农产品 穿一件衣服 让消费者都能够看到 哇 这个是嘉义的农产品 有品牌就有责任 我们从食安的检验 包括设立标准 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 我们才给你嘉义优先 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贴纸 给你认证 不管是在网路的电商平台 或者是在电视 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 或者到国道去做专柜的设立 或者到消费都市里面 直接去摆摊 或者在县政府前面 加油好市集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多元网络的关系 直接跟消费者对话 这个品牌变成未来嘉义先政府 跟所有的消费者 直接对话的密码 那我想这对嘉义的农产品 未来的销路跟未来的发展 绝对是非常好的 如果真的只靠我们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品牌 那嘉义又先给了我们 一个很大的归属感 像我们这样的小农 有更多的机会 在不同的管道去卖 我们生产的水果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